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上升到是这个色情产业的 谁说色情了 谁说要说他色情产业了 这你看这已经开始咱们有不同意见了 就说到这个的第一反应 有人觉得遮遮掩掩是吧 觉得像很害羞 很羞耻的一件事 但其实人家大的方方 我就上你们悠悠卡 上你们台湾那个什么纪念版 我就让你们之后所有的这些酬劳 说拍摄的酬劳我都用作公益是吧 我怎么就不能回馈台湾感恩台湾吗 但是台湾人也有的时候也挺保守的 但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武断 总之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争议 就是那个谁剥夺野节衣 著名的AV女优 我今天才知道她这么小 她88年的 对 长得特别像林志玲 88年的暗黑林志玲 她呢就是因为接了一个活 就是台北的悠悠卡公司 就好像深圳有深圳通 香港有巴达通 就类似于这种 台北有悠悠卡公司 她这个公司呢就找她来拍一个 叫做限量版 对吧 限量版封面 然后有一个天使套 有一个魔鬼 对 但是我觉得既不天使也不魔鬼 天使那个还挺漂亮 不过真的很诱惑 但有争议的那个是天使吗 因为现在闹出争议 就是因为她把原本在日本出的 AV的封面直接搬到了天使上面 对 刚刚你说凡数你说 台湾人是很保守 可是我觉得现代的争论 无关保守 倒也未必在保守层面 就像说你说叫我个人 我觉得看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 两张就是穿的 穿上衣服 然后还真的拍的挺唯美的 这样的照片放在悠悠卡上面 其实说真的 有什么样的争议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种行业 叫槟榔西施 就是在那种 那种卖槟榔的 然后有些时候你去买那种 是干嘛的 我体验过槟榔西施 就是因为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去采访 然后路边真的有很多槟榔店 尤其是在那个小的城市 台北已经不做件了 西施是做什么的 就卖槟榔的 但一般南部他们槟榔穿的 但问题是吧 就是这个西施槟榔 我之前也听佩芬说过 我以为会很美 但是现在可能吃槟榔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质量也有所下降 这些西施槟榔 都是中年人妇 然后穿的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少 他们想干嘛呢到底 没有 就是卖槟榔一般的 就是因为你要促进这些消费 所以有些槟榔就穿的比较 可是我重点不是放在槟榔西施 是有些时候呢 卖槟榔的那些 用盒子装纸盒子 那些纸盒子上面的那些美女图案 其实清凉过这两天闹出争议 对 但又没问题 就是可能真的是全裸 只是把这些三点重要部位 点个星星这样标起来 所以这时候你没见你在槟 可是波多尔杰这个可能是名气大 可是你说这槟上面也有一些很好笑的 我觉得我这两天在看这些新闻 到底不是什么道德在这 对啊 这两天就一直在关注这个 就像说好像昨天传出来的时候 网路上竟然有在网拍了 就觉得奇怪 网拍什么意思 对 网拍就已经在网路上贩卖了 就想说奇怪的还没发行 怎么可能会有网拍 后来才知道原来 不是说要收回吗 对 但是后来发现 你知道这网拍也很好笑 就是因为这争议闹出来之后呢 这个优卡公司就请来记者 就可能媒体来拍一下 就掉了从裤里面掉了几组出来给记者拍 后来拍了之后回收之后 发现少了八套 被记者给A走了 后来追回了一套 所以有七套现在是失踪的 你看 连去拍的记者都顺手了 就说明它是一个很成功的营销 对吧 而且呢 它是有市场的 对啊 它很有市场 你看 但现在我看这个优卡公司 自己就是也不大方 对吧 它就说要重拍 主要是那个天使的那个封面 确实它穿的一个吊带的 然后就是苏胸半露的那样 它是俯拍 它俯拍就整个那个什么形状 你还看那些画 我觉得挺好的呀 没有什么问题 是挺美的 但问题在于吧 它说是很清凉 很健康的形象 清新的形象 但是人家一比照 原来波多野机现在还在拍着A片嘛 拍着那个 但还坐着A女优呢 人家一对比说 这不就是它前段时间才出的封面吗 你们也太懒了吧 直接把人家做封面照拿过来 不是完全一样 我看了一下 研究过了是吧 没有 国民党 国民党 这个立法院的党团 他们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了 跟这张比嘛 然后我发现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应该是同一时间拍摄的 同一系列的照片 姿势只有略微的差距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 我们也看到 悠悠卡公司这边出来 也说嘛 这个版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可以在这个台湾用的 但问题是 大家就觉得你太懒了 你不是拍了吗 为什么还要用人家日本元来拍的 这问题集成在这儿 拍的不满意 他们解释不是吗 就它其实是专程为了暗黑版 跟那就是为了那个魔鬼版天使版 真的专程来到台湾 拍了系列 就拍了这些照片 可是魔鬼感是过关的 就是只有改空是很满意 可是天使版拍出来的效果 他们不满意 所以就要求日本的经纪公司去提供一些 就授权的一些 他在日本拍的一些照片 但没想到他就用了这个 封面的这个照片 他这个悠悠卡 他现在到底想干嘛 我看那个柯文哲也被记者问嘛 那个市长 就说 就说 他好像给他们有这个业务要求 你必须得翻倍 这个增长 他就给他老板好像说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吧 总之你就给我翻倍 他就想了这么一招 其实 我觉得点子还是蛮有创意的 说句实在话 但是人家一问 你知道波多野这一世谁吗 问柯文哲 然后他立刻就坏笑 什么 他是不是其实知道 然后装作 我不知道 他是谁 而且 优卡公司那个董事长 波也 戴基权也说 其实我不认识 波多野小姐的 大家这时候都不认识 谁信啊 对啊 而且听说今天要开发布会的 所以这个事听上去觉得 他也不算是什么风化问题 也不算什么工序良俗 但是呢 他就有娱乐性 然后甚至还有一点政治的意味 就是因为你参杂公共管理 又参杂什么柯文哲 各种角色 所以大家就把他给炒大了 但炒大至于我觉得 大家更关心的 还是这张悠悠卡上的主角 是吧 这个波多野杰一小姐 说话说不清楚 他的现在也有了一个声明 你看 我觉得说的还挺大方得体的 说给台湾的朋友 由衷的感谢一直以来培育我 波多野杰一的台湾朋友 粉丝朋友 媒体朋友 以及各界朋友 谢谢你们不变的支持 那今天我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说呢 当我得知这份工作机会的时候呢 我只想到 可以有机会回报 培育我的台湾朋友们 期待 同时感到非常的高兴 而我也非常了解 或许因为我在日本的职业 是AV女优 所以有相反的意见产生 因为我们的职业呢 是AV女优 而会持有反对意见的朋友 也有在 这个话好像翻译的不通顺了 只因为有AV女优 难道我不能参与 善意的活动 贡献于社会吗 难道我不能对于我爱的台湾 付出行动来报恩吗 你看其实正是最后这两句话 现在成为了一个 好像大家要战队啊 投票的一个一个议题 就是说AV女优 她到底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 她好像是出于一片 善心想要回馈社会的 这个很好的初衷 但是反倒是招到 遭到这个社会的 不善意的这样一种对待 她的善意没有得到好的回应 所以这个事恐怕 现在成了这么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她其实 因为她的经纪人 还出来道歉了嘛 然后代表她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道歉 因为错压根就不在她 这符合日本人思维 就觉得可能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是给悠悠卡公司添麻烦了 现在最争议的 应该是悠悠卡的公司 有人就说 这是因为高雄的 那个伊卡通 要进入台北的市场 然后可能悠悠卡是出个奇招 想要跟这个伊卡通来竞争 再加上就可能是 柯文哲给他们的 这个老总代季权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这个事完了之后 不是也有媒体采访 柯文哲说 代季权干了这事 你考不考虑把他给拿掉 然后柯文哲就说了说 我只看业绩 如果到时候没达到 百分之百的增长业绩 我就把他拿掉 他是年轻人吗 他要做就做吧 你看人家柯文哲是很包容的 但是有很多这种家长 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毕竟是有成年限制的 你们是不是 虽然说这个很干净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设个限制 比如说18岁以下不能购买 或者说本身 这就是商风败俗的 你们怎么能干这事呢 就家长在这样质疑 其实本身我真的觉得 千错万错 也绝对不是波多尔杰伊的错 但是日本经济公司道歉 主要是因为用的照片 就是照片没有胜选 就可能用了一些旧照 或是有争议的照片 他们道歉 到底不是因为波多尔杰伊 到底真的做错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真正瞎的地方 是在YOKA公司 第一天出来解释 是说因为波多尔杰伊的形象 清新唯美 所以才找他来代言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一次的这样的活动 这也很丑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时间所解释 让人家觉得你在说什么鬼话 对 自立无垠的感觉 但是你说 但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做这行业的人 就不能清新唯美了 只是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肉体 取悦大众就不清新唯美了吗 其实可以 我觉得如果YOKA公司 一开始就这么认定 那就从头到尾都坚持 对 你就咬 可是你就不要第二天道歉 所以这问题在于你处理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觉得 他是一个清新唯美天使 OK 那就从头到尾就坚 可是今天也有另外一个旧的YOKA公司 以前的员工出来爆料 当年也曾经 就是好像蜡笔小新 也是日本的一个卡通 蜡笔小新 大家看过都知道 就常常喜欢脱个裤子 摇个屁股的蜡笔小新 要跟YOKA公司 也是做这个卡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推的一个合作 可是当初呢 YOKA内部的评估是因为 蜡笔小新的 它的形象 跟YOKA公司的整体的这个 形象不太符合 YOKA什么形象啊 到底是 你要说一般这样的 因为台北市政府 占很大的一个股份 所以你要说它至少是一个公企 大家用得到的 要正面正能量嘛 是至少一个企业是要这样子 所以就会觉得 为什么当年蜡笔小新不行 但是博多也坚一新 所以很多的这个争议 就在这中间的谬论 你说很多的家长 都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我要怎么教小孩 其实也不用 你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家长 其实跟小孩对话很有趣 就像有一个名人不是说 跟小孩问妈妈 就是小女孩就问爸爸 就是说 那个什么叫做AV女游 爸爸一下想一下就说 哦是体操选手 然后他说 是什么样的体操选手呢 对啊 他说就是A级的体操选手 A级是做得很好的体操选手 那女儿就说 那我长大也要当A级的体操选手 爸爸就心中心想 如果你真敢 我真的把你砍了 所以你说 有些时候你就趁机可以教育 甚至也有一些 就是你小朋友真的问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说 那小朋友问起怎么办 怎么回答 可是像我就看很多网络里面 是提供很多创意 我觉得这时候 湘民的创意在这时候 真的显现出来 你其实何必解释呢 她是谁 你就说是一个漂亮的姐姐就好了 对啊 你何必解释 还要跟她解释 哦什么叫做AV AV产业 小爱自己会上网 其实她获取资源的管道 比你都还快 对所以这个问题 说到底 为什么惹大 它其实就是一场 公关的惹的祸 其实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所有事 都喜欢跟政治扯上 以前的时候 是这个连胜文 他做这悠悠卡 那时候是蓝影 可能蜡笔小新 之所以不符合形象 就是因为蓝影 他主政 然后现在是变成 柯文哲来管了 柯文哲是绿影的 然后就因为出了这个事 国民党那边 可能是抓住 这个事不放 一直在攻击柯文哲 说你看 假设你的小孩 然后手里拿这个 这个AV女优 当封面的悠悠卡 你觉得你心里能安稳吗 然后就一直在骂他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跟这个政治关系也有 这个台湾市民看了 应该觉得很无聊吧 就是你什么事 你都可以跟政治扯上关系 都可以来抽一碗水 但是有市场 对 就像说很多人有拿比较 就说如果说 你要觉得这件事是伤风败俗 你觉得这个人没道德的话 那为什么这么多立法院里面 那一些 就是明明带着小三 去汽车旅馆开 然后继续当立委 领人民钱 那些不要脸的人 你却觉得他不会教坏小孩呢 就大家在讨伐 波多野老师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可能在 现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更多 其实更道德沦丧的事情 对所以这个就是 他你如果真的想打政治 他也不是一张好的牌 因为你并非自己 没有任何的道德方面的污点 而且道德的评价标准 本来每个人的这个尺子 就不太一样 所以呢他要打的话 也不好打 所以呢说到底 还是这场公关 到底做的怎么样 之前可能也是想 朝着一个话题是吧 就是利用大家这个心里的 某些荷尔蒙的这个冲动 和渴望去带动一些营销 但现在事宜至此 好像优卡公司 自己有点反悔了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啊 其中第一位嘉宾呢 就是纽泽勋教授 他是台湾中文文化大学 广告系的副教授 他也主要是想从这个 广告公关的层面 来分析这个事情 那等一会休息回来之后呢 下一部分我们要听到的 另外一个人厉害了 他叫做这个 一剑换春秋 这个是他的比名万应该是 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 专门研究AV的达人 写了很多很多几千篇的文章 月篇无数月人无数 等会儿听他分析 这个日本的AV女优的星图 包括整个的产业啊 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来听听 纽泽勋教授谈 这个广告这场公关 为什么做的不漂亮 其实我觉得 从几个层面先来聊 第一个就是说 悠尔卡公司这一次 他想到用波队也结议 这个日本AV女优 来做个代言 在他们悠尤卡上面 做个代言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来讲 他们其实 悠尤卡公司 他主要的一个考量是 希望能够借由波队也结议 他的一个人气 去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 即便这个话题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种争议性 但是悠尤卡公司会认为 只要炒作成一个话题 可能对销量 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 悠尤卡公司 他想要操作 波队也结议这个话题 这个原始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为什么会引起 那么大的冲突跟质疑 其实我觉得 有几个悠尤卡公司 在处理问题上的一个盲点 第一个就是说 悠尤卡公司 他可能忘记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份 因为毕竟悠尤卡公司 一般的民众会认为 它其实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它是一个准官方的一个机构 那你准官方的一个机构 透过这样的一种 比较争议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争议的一些话题 就会被人家指称 是不适当的 因为毕竟你可能是一个 准官方的身份 那第二个被质疑的点来说的话 波多也结议 为什么去做悠尤卡的一个代言人 悠尤卡公司在这个部分 是讲的不清不明的 讲的根本不清楚的 意思也就是说 他们的操作某种程度 是半调子的行销操作 因为照理讲的话 你今天如果要用波多也结议 去做悠尤卡的代言的话 你一定就会去设想到 媒体记者 他一定会去针对 为什么是由他来代言 去针对你 去对你悠尤卡公司 去提出一些疑问 你应该要很自然的 去做一定程度的解释 那但是呢 似乎他们准备的工作 也没有做好 所以在回应外界 或是记者媒体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讲的非常非常牵强的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你用波多也结议 去做一个悠尤卡 上面的一个代言人物 但是呢 你又没有办法把 波多也结议 跟悠尤卡 跟悠尤卡的功能 去做一定程度的自然连结 那所以呢 民众就会指引你 你根本没有准备好 相关系列行销的一个操作 你只是很单纯 很浅洁的 希望能够去利用 或是借用 波多也结议 的人气 或是知名度 去炒作当下的 争议性话题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是 他被批评的一些点 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 波多也 大家会质疑 不是也 大家也不是质疑 波多也结议如何 Safe女优 就不能做代言这个动作 主要被批评的点 是在于 悠尤卡公司 这一系列的一个行销操作 其实一定程度不到位的 但是我看到现在 比如说苹果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电视台的新闻 他们也会采访一些路人 做一些揭材 我看到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吧 说那这个卡 如果被同学看见了 他们肯定会笑话我 或者家长觉得 不知道怎么样 跟小朋友解释 这个到底是什么名人 感觉上这个 就是说大家在心里面 还是会有些芥蒂 似乎不仅仅是因为 现在悠尤卡公司 做的公关不够漂亮 对 基本上来说的话 您刚所讲的一些 相关的问题点 其实也就是台湾社会 现今在质疑这个点 那如果是以我 从行销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认为一个创意行销 它不是引起争议 它应该是要让人 有惊叹的一种感觉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我不会认为 悠尤卡公司 这次的一个操作 它是一个创意行销的概念 我觉得它顶多 就是一个话题的一个讨论 它还说不上是一个行销的一个层次 更谈不到是一个创意行销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最棒的创意行销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创造惊叹的一种感觉 而不是去炒作一些争议性的一些话题 在这个争议的一个话题上面 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就是炒个短线 而没有长远的行销整体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布局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被台湾的消费者跟民众 或是各界去广泛批评的一个点 好 这可能也是跟悠尤卡公司本身的这个 性质和定位是有关系 它怎么样 它都是跟供应机构有一些关系的 对吧 所以大家对它的形象的这个联想 就不可能完全是一间很商业化的公司 那如果换在现在内地的这些无节操的营销 按咱们的这个标准 那是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火 对吧 你看引爆了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连续上新闻头条 这么多的版面给他们这个讨论 还据说要开新闻发布会是吧 今天 但现在也不知道到底结果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每个公司它的这个定位和它的标准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整个事件下来 最无辜的也是波多野小姐 那最受益的其实也是她 对吧 她怎么样都算是 你看无辜的一个形象 大家也不会去重伤她 反倒觉得你是可怜的 你没什么错 但是她的名气又借此又上升了一步 所以呢 也是引发了我们更多对于这个波多野小姐的一些好奇 那等会回来之后 我们就来听这个 一剑兄啊 跟我们详细的讲讲 她所研究过的波多野结衣和这个日本AV众女星的这些情况 三纲新闻稍后见 U Radio U Radio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陈宇 我是佩芬 好 我们来听听这个 一剑换春秋大侠 来跟我们讲一讲 他怎么评价这个波多野界一 和他怎么看待 现在整个这个日本的 AV产业的一些 细之末节的部分 他现在比较不接停射路线以后 其实当然曝光机会少了不少 但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是蛮顺利的 因为在这过去一年前 我们看到他代言电玩游戏 然后在台湾也拍了电影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拍写真 然后现在又登上悠悠卡 我觉得一般 可能连艺人都没有发展 像他这么多的工作机会 但他却做到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 转型方面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算是顺利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转型的过程当中 肯定要怎么样去尽量的 撇除以前的这种形象 可能会带给他的 某一些的负面的影响 他们在转型过程当中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我觉得波多野界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就是一般来讲 这种在转型以后 这种转型的造物 通常都是在退役了 也就是说他不再拍摄 成人色情片以后才会去考虑转型的问题 你比方说像现在在大陆长期发展的那个 发展几个空 对对对 他们就是这样的类型 就是他们一定是把成人演出那方面结束掉以后 才来思考转型的问题 但波多野界也蛮特别的 它是一方面它真的是非常多产 它在那个日本大概一个月被发10到20片 差不多 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一方面它又在中港才走那种转型的路线 所以我觉得它面移的挑战会蛮多 因为它的 你看桑井公他到目前为止 他成人片女王的标签 其实还没有完全撕下来 而且你要想想看 他已经退役这么久了 大家还是用成人片的那种 因为这个我觉得都是反走过 并留下痕迹啦 然后可是波多野界还在 就是一面演出一面做中 我觉得它会遇到的挑战一定更多啦 像这一次 像这一次的引发的争议就是 大家也知道 它一方面就是还在演 一方面跑来做这个 这个所谓的公益悠哟卡这种东西 一定会让人家觉得它有点错乱啦 所以我觉得未来啦 因为它照这样来看 它目前不会改变它的那个 日本日本拍片 然后台湾 中港才去做一点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觉得它面临的挑战很大很大啦 那接下来我们想 就是重点说说 波多野界一这个人 或者他的经历 或者他的某些的特点 那你研究过这么多 你觉得他最大的个人特色 或者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在哪 其实他一开始 我觉得他一开始 他那种就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很 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发片很不稳定啦 然后 之所以我必要受到关注 是因为他跟那个林志玲手上关系嘛 那其实大家可以跟他刚出道的时候 那些聚焦什么的 真的其实有几分 就是知名姐姐的味道 然后另外一方面 也是他因为他很神秘 发片不稳定 所以大家对这种 就是女优会有多一分的好奇啊 那后来以后 后来是在那个 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 有那个媒体 引述乌龙消息说 他在那个海啸里面身亡 那后来就 他自己就出来诚信说 美术女士他其实很好 然后大家才发现 其实他并不是那种 就是远在天边 够不着边的那种仙女 其实他 当他开始努力专心 在这一行好好拼 就是拼战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其实 一个亲和你很够的一个 很耐心的一个 也算是姐姐啦 因为他其实算是年纪有点大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就是你一开始觉得他很神秘 觉得他是高不可攀 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亲切 好像那种林家女孩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形象虽然很冲突 但事实上就是 当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 对他有那种想象的时候 他现在给我们的感觉 又不是那么 距离又不是那么遥远 所以他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不管是在日本 还是华人圈 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看过一些资料 就讲这些女游 刚刚出道的时候 他们可能最紧张的 就是一炮而红 就是红到连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自己家人都看到了 所以这个就会让他们非常尴尬 对对对 其实因为 这也是为什么AV产业 只限于日本东京的缘故 其实AV产业是一个 以东京为发源地 然后大部分以东京周边 为活动区域的一个产业 最主要是 有些女游 其实大部分的女游 不是说有些 大部分的女游 其实投入这一行 并非是为了 就是当一个成员骗女皇 而是因为 在这一行工作 在荧光幕前 做奇妙的演出 就是获得的片酬 比一般当上班族的薪水 要来得高一些 所以对他们来讲 走红 在里面当偶像 很有可能 还不如 就是我当个规规矩节上班族 我时间到就拿钱就好 因为在走红 周边的朋友发现 周边的父母发现 那真的是问题很严重的 因为很多人就这样子 被父母 就是从老家 赶到中间 把他们拎回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就很矛盾 就是他们投入这一行 但其实他们并不希望走红 但是如果有海外工作 就是说如果能走出日本 像波多人建议一样 他们又觉得这样是不错 因为他们这样就可以 对他们父母交代说 其实我是因为 想要就是在海外走 所以不得已可以投入这一行 那我看过 你有出过书啊 就是关于这个 AV产业的这些研究 就是有没有分析过 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 促使他们走上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圈子 对 其实大部分啊 就是一开始在日本 其实我觉得跟经济还是有关系 在一开始的时候 日本这一行开始成立的时候 最多让他们投入这一行演出的人 是那种所谓的特种行业的女孩子 就是所谓的小姐 因为其实在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都有找到工作 所以会想要去那边 就是跟男友在办事给大家看 但现在其实不一样 现在其实他们的新鲜肉体 也就是所谓的新人 非常非常多 这跟经济不好 很多人毕业了业找不到工作 是有时间的关系 因为他们对这一行其实 能给大家就是说 我给你一些比上班族更好的待遇 然后工作时间也不用那么长 就是有拍电的通告 你就去就好了 所以大部分的女孩子 在可能工作方面 找得不是很好 或是做得不如意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被他们作为所谓的求职 求职的那种广告给诱惑 所以现在其实 再加上最近就是前一阵子 有一个民意调查 就说日本的女孩子 现在其实没有那么排斥 去酒店也上班了 其实都跟经济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有没有更进一步了解过 就是他们拍一部片子 大概会有多少片酬 其实现在日本 其实大部分经济不太好 所以他们其实在A片这一方面 其实也是就是cost down的很厉害 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 一片的预算 大概是150万到200万日币 比较好一点的女友 大概就拿100到150万 很多就是在低成本件 制作的那个拍片的女友 他们其他薪水真的是非常少 我有看过 我有听说过 就是在一部就是所谓的合集 就是在跟四个女友 或五个女友 合作演出一支作品的那个 情况下 一个女友可能只分到 大概8到10万日币 这个赛誉金真的是 不怎么高了 但是比起一般商业主来讲 稍微好一点点了 像这种什么合集 他们制作的时间会有多长 就他们需要演出多长时间 就是他们大概花一个晚上 到两个晚上 写所谓的剧本 它分镜 比方说怎么样 就是可能 因为其实A片不是单纯 就是摩摩拉就直接 就大家直接下去这样子 有些是有剧本的 然后拍摄大概是一整一到两个工作天 所以其实他们真正 真正拖他们的时间是后制的时间 因为日本的那种法令规定 就是合法的成人片 必须要上马赛课 所以他们在后制的时间花蛮长的 就是打马赛课啊 还有就是做一些 比方说就是替女友做梅画 就是他们的那个 可能他们可能也算做痘痘 他们皮肤要做一些什么 那个梅画 所以后制花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来讲 大概工作期大概是两到三个月了 就是后制的时间 就做一部完整的成片 对对对 那日本的这个发行的渠道啊 它是不是也有合法和不合法的区别 对没有错 就是日本 日本其实因为它这个产业 已经就是超过三十年了 所以他们已经有相当就是 不但有相当规模 有一些制度了 就是合法的合法的作品 必须上马赛课 通过所谓的叫做伦理协会的认证 就是他们有一些 就是算审查单位叫伦理协会了 这些认证 然后但是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行之有年 大概三十年了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 已经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一个发片渠道 但是问题是 他们有另外一批人去做那种 就是所谓的无锈证 也就是所谓的无马片 这种片子其实不容于日本的法律 他们的公司地址 会全部设在美国的加州 然后发片其实当然很常在日本 但是就是所有的那个 登记注册都是在加州来做 以规定日本法律的规定 那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公开发售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无马片 都会先以网络下载的形式做贩售 因为这种东西 他们通常也是给假地址 所以这种东西通常很难找 那日本警方有些时候 也会去查 因为他们还是会做DVD 那有些时候日本警察就会去打击 这些所谓贩卖无马DVD的贩售店 然后有些时候其实一口气会抓不少人 因为真的是有犯法的行为 但是这个波罗眼界一 也包括像什么泛导爱 苍几空 他们在这边的海峡这边的大陆的走红 其实也是有赖于当时BT电驴 风行的时候 甚至翻墙还没有这么难的时候 他们在推特上一夜之间就收获了多少粉丝 我记得我们在港大听那个谁 你记得吗 宋世南的那个讲座 是 他还说我还是幕后推手之一呢 非常偶然 当时他们这些所谓公知们 也还能够很放肆的翻墙的时候 很自由的来往于墙内墙外的时候 点了一把火 然后苍几空一下子就火了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种转型的道路 其实别看要说上来什么日本AB女游 咱们好像立刻能反映出几个名字 什么苍几空这些 波罗也结衣 但是实际上 你看刚才一剑兄讲到的 在日本从事这个行业的女生 新鲜血液太多了 他们这些是凤毛麟角 是属于发展的非常顺利的 对吧 你即使包括泛导爱 即使他后来在日本上多少综艺节目 但是他最身边的这些人 他从来都是对这段做AV女游的经历 是讳莫如深 他还是觉得很羞辱 对吧 他自己心病没法去处 其实还有一个 就像泛导爱当年最后 也是想要转型 就是想要过去AV女游这个形象 可他并没有真的非常成功 所以其实两边的文化 你说虽然就是在日本 他们拍AV产业 可能在华人圈里面觉得 也怎么可能把它当成一种产业 或当成这种工作来做 可是反倒在转型的市场上面 你发现其实这些AV红人女游 都往这些华人圈的市场 你看在中国 在台湾 就是转型会比较容易 会变成什么清新唯美的 或是老师啊 可是反倒在日本 他们在日本的言语器里面 他们很难去洗掉AV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刚刚一见大侠讲到说 其实就是很多AV女游 他们其实做 当然就很怕被知道嘛 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新闻 其实也提的很好玩的 就像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他们 因为如果大家都有研究过的话 其实你知道日本的AV 它其实不见 你不是所有的拍AV 都是这种所谓卡哇伊 或者是这种年轻小女孩 漂亮女生 它可能会有很多各种的市场 熟女的或甚至老人系列 甚至你会觉得 看到你就觉得想吐的 的那些鬼片系列都有 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跟她男朋友在看A片的时候 就后来突然发现 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很熟 后来发现原来是自己的爷爷 后来还去跟爷爷 你是不是去拍 爷爷一开始来否认 就后来还也知道承认 然后还接受媒体采访 就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实都有的 就是因为可能亲人 在看片的时候突然发现 可是我前去年 去年买了一本书 叫做AV女优的工作现场 因为买这种书 不是因为真的很想你 我是觉得它写的 真的挺有趣的 它是一个日本拍AV的 20多年一个资深导演写的 而这个导演后来呢 还娶了她当初一首捧红 那个首女系列的那个AV女主角 有什么好玩的发现 好玩就其实先讲严肃的 其实你说AV到底现在 这市场发达 但她统计过 大概现在每一年 在这个市场上面 大概平均有2000多个AV女优 在一年这样的市场 可是大概有九成的 只有一成的人 真的可以在这个这个界里面 有一点生存下去 九成的可能最后 还是回归到她平常的一个生活 那可能第二年 又有另外的一些心血补进来 所以并不是说 你觉得只要 你看这么简单 光鲜亮丽 藏着赚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 因为发展上就是看 看你的数字嘛 没有人买 再来其实 你大家觉得 你这看中的很好赚 其实不是 我去日本玩 我有个很大的一个印象 就是我会发现 有一些专门卖AV的店 但我没有走进过 我觉得里面 都是一些怪 奇怪的数数 可是你会觉得 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 在尊重这个行业 就像都是正版的 可是我还记得 就是版权这个事情 就像刚刚凡主你提到说 可能电驴这种 什么种子这种分享 其实它对日本的AV产品 是很大的冲击 我记得前两年 有一年呢 就是前两年有一个 就是AV的 就是日本AV的公司 几家公司联手到台湾 去抓盗版 因为台湾那时候 还不是说在网络上 而是真的会翻版的 直接叠在一些 什么电脑商场去卖 这些日本的这些公司 还真的很认真的 到去抓盗版 那现在可能这些 就卖片的地下化 所以他们对于版权 是非常非常注重 可是因为现在的 网络环境 大家分享啊 共享什么的 真的对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产业 萎缩的非常厉害 我看那书里面还讲到说 因为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呢 刚一见大家讲到 可能一两天拍摄 大家觉得 怎么可能这种 可是真的是 因为你租场地啊 你还有找演员 就是一两天 其实他需要这么长时间 可能一天你就得要解决 因为可能你连便当钱呢 现场不是只有 AV女优男优 还有导演 可能还有拍摄的 那场地费 就是你这些东西 交通费 其实它都是成本 所以他们尽可能 在很段的时间 希望可以把这些作品 做出来 所以这个导演呢 就是给 为什么他在每一次 他如果他去拍片的话 他一定都会送 这个AV女优 一束花 就拍完片之后 因为他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 重度劳力的一个工作 所以其实这圈里面 还挺多有趣的 哎呀 但是觉得 反正我身边 有些男性朋友 说话也 也很渐渐的 不让你正经 说啊 其实做男佑 是我一辈子 最梦想的工作 但问题是 这个很辛苦的 现在不是男佑 都跟宝贝似的吗 是说全日本 非常稀缺 只有70个职业男佑 然后很多的说是 你找了 也不愿意做 然后因为 好多人 我也看到有文章 说你一天要 八九次啊 之类的 这就太累了 实在是不是人 做的工作 你说做演员 是吧 你怎么样 你还能那个什么控制 或者你有的时候 你也能发泄发泄 我这么瞎猜的 哎 但是你 佩伯你看那书 作为导演的话 他看着两个人 那个什么 他万一自己 那个什么 怎么办 他倒没有特别 但是因为他们 实在看的太多了 麻木了 所以即使倒也不会 到后期可能前面的话 你顶多也就 就是有会有可能 有身体反应 但是到后面 其实多到 这是一份工作 所以大家反倒 你也不会觉得说 现场 他就是可以很专业的 而且其实你说 在后面 就是刚刚讲到 其实成本萎说之后 其实现场工作人员 真的不多 以前可能真的很多 我现在顶多一个导演 然后一个拍摄 然后两个演员 就四个人 其实大家各自干 各自的活 其实好像也没时间 让你有什么感觉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这些 AV女友在退出 AV界之前 会举行一个 欢送仪式 就好像是跟他熟食的 这些工作人员都会有 如果你愿意 我就 哦 真的假的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当然我不知道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吧 只是一种传说 总之这个 关于AV的传说 实在是太多 过去呢 他可能只是静静的 躺在我们硬盘里的 某个角落 但是现在 大家好像已经 不是很 觉得耻鱼去谈论 这个群体和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 文明或者进步的 这么一个表现 因为这些话题 其实充满了公共性 对吧 也包括他们作为一个 个体和这个行业 甚至跟他们当下的 这个环境 国家时代 他其实都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他都是可以去折射 这些一个很重要的 一面镜子吧 可以说 对 因为像苍老师之前 都跟宋祖英同台 是吧 然后 波多野机也上过 什么屌丝男士啊 之类的 而且还被那些什么 BAT啊 那些大公司请过去 是吧 当大家的这个宝贝 好 这个 说回来 还是回到这个 AV产业本身 那等会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跟 一剑雄多聊一会儿 关于AV女优 就是 讲到他们个体的命运 那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像苍景空 或者像 波多野老师 这么幸运吧 可以说 他们 至少 有很大一部分人 不会 戴着有色眼镜 看他们了 会 甚至对他们 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喜爱和尊敬 也看到做了很多的 公益和善事 那其他的人 为什么命运 就不会那么的好 差别在什么地方 看电话新闻 稍后再聊 好 我们先来听听 这个意见 换春秋大侠 先跟我们讲完 他所理解的 这个AV 女性们的命运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像 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一样 发展或者转型的 相对来说 这么顺利 我觉得这就是 一步江湖无尽期 因为事实上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女优 最后的归属 会是哪里 其实都是所谓的 特种行业 就是去当小姐了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 做这一行 其实他们本身 心情概念 很容易 因为就是前到手 比较容易 会让他们的心情 观念产生五混淆 再加上很多女孩子 就是做这一行做久 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所以最后 在退役以后 他们很常 就是想说 那我还是用我的身体去转 所以很多人 就是往小姐这个方向过去 那日本人小姐 其实在某些方面 虽然有法律保护 他们的性产业是合法的 但是其实也发生过 不少问题 因为自古以来 嫖跟被嫖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旧婚 比方说 男生不喜欢用套 或是怎么样 就是跟说好的不一样 尤其是他们现在 其实很喜欢做那种外送 小姐跑到人家家里里头 那发生什么问题 其实都是很难很难去想象的 就是我觉得 所以很多女友其实 就是一开始 只是投入到那个产品 后来她离不开 她就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糟 所以很多女孩子就是 你看 就是一路观察下来 他们的状况 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青春可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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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气质清新 到后面其实都已经变了 就是整个味道都变质了 真的是一个 第二次 其实他们做这一行 其实最怕什么 最怕被人家知道 可是很多时候 听一下 现在网路太发达 听一下没有永远的秘密 一旦知道 其实她在众人面前 也不见得人抬得起头来 所以他们其实 最后其实 你说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那一般的这个做女游 演片子的这个寿命 会有多长 现在其实很短 现在平均大概半年吧 半年 对 是的 为什么这么短 因为其实像现在来 一年大概有一千个 一千个新人 投入这个市场 对配上来讲 你有这么多 不予规范的新人供应 他其实就不会那么在乎 一些就是已经出道 但是没有做出成绩的女肉 所以很多人就是 一开始好像出道的时候 非常受到注目 但是两三下 一两个月 发现他其实战力不强 或者是没有什么销售的能量 他很快被放弃 他在这一行就没有工作做 他们最后就只好 就是被淘汰 因为其实大部分做这个东西 其实你说做这种 算是人肉食上的人 其实对这种东西最现实的 你没有办法赚钱 其实基本上就是淘汰 所以现在你没有那个 寿命很短 大概平均大概半年到一年 左右 那很多人就是 全部连半年都存不到 那这个就跟正经的娱乐圈 完全不一样 你看娱乐圈很多那种 什么长青树啊 红很多年都不会倒的那种 就是AV产业里面 他不会有公司说 我要包装一个红星 我要打造它 我怎么样 就不会有这种意识和概念吗 其实比较 其实当然还是有了 那种你说什么 一年年十年 二十年的长青树 一定有了 就是他们他现在 现在已经变成特离了 那另外就是 其实现在的AV现实上 因为AV是每个月都出嘛 就是这个人 等于说9月19号发片 他10月19号就会有第二支作品 然后以此类推 每个月都会有新作品 那你说 在现在这个市场这么速食 然后女优这么容易被淘汰 大部分的所谓的女优经纪公司 是不会去做长期的规划 他只有办法 他只会想办法 先让你生存下来再说 所以说现在 虽然还是有一些蛮资深的女优 但是 但是 现在的女优要做到他们这种程度 我觉得不容易 区别在哪呢 他们为什么资深的 可以做到10到20年 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 我想资深女优能做这么久 其实有一个特色 首先就是一炮而红 比方说像吉德民部 像唐简空 他们都有一个 就是一出道 因为外形条件真的很 就是不同于一般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尝到了 就是天后的滋味 那你有一个 就是超越于其他女优的地位 才会有一些片商 会好好的耐心的 替你量身打制一些作品 然后 接下来第二点 就是他们其实必须要 比方说表演出有一些新特色 比方说像吉德民部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她是一个小公主 新的那个女优 就是小家碧玉 然后气势很好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到现在 她其实是一个战斗机器 其实就是 就是演出让人家觉得 就是很强烈那种 那种女孩子 就是说她在 她在过程 她在演出当中 她必须要进化 她不能维持 一成不变的那种表演模式 所以这种 我觉得这种都是天使地利人和 就是第一个你要 一开始就获得大家喜欢 接下来 要有片商 愿意好好的长期再配你 最后就是自己也要进化了 这是三部曲 但是很多人 可能连第一个都 抽不到就要折了 这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那对于这个A片 女优的这个演技 就居然里面 她会有一些 约定俗成的标准吗 有 其实是有的啦 其实因为日本的女优 分成非常多种种类啦 比方说有 比方说所谓的罗莉系 就是那种看起来 好像未成年一样那种 很年轻的女孩 有人妻系 然后就是看起来 就是这种人家太太这种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就是扮什么像什么啦 第二个就是 大家对这种 这种各个角色的划分是怎么样 比方说 你当一个罗莉系的女孩子 就是一件很可爱的女孩子 你不能一下子变得太肉食 就是直接看到男生 就冲上去这样子 是不对 因为其实罗莉系女孩子 对日本日本青城这种片的影迷来说 他们必须是比较娇羞的 比较青涩的 甚至有些时候是会抗拒的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根据不同的角色 要去做不同的调配变化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当然大家还是喜欢看那种 比较进攻性的那种女孩子吧 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 根据我觉得它在某些方面上 它其实在演出上是要拿捏的 就是有些时候你太痴 太淫乱 其实不见得大家都喜欢啦 这种就是 其实这种都是很多人在做 要做拿捏的啦 在很多角色上做拿捏的 那重点就是要找到一个 影迷最喜欢的方式啦 嗯 就这些 影迷非常单变啦 是 这些一般也会给他们培训吧 当然是会培训啦 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演出 演出训练啦 然后也会有一些监督在 就是所谓的导演会在拍片的时候 就给予指导啦 嗯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跟 就跟武侠小说一样 是有天分的 有些人进步很快 有些人演了很久 还是那个样子 哈哈哈哈 你现在就是 越偏无数 越人无数之后 你自己的评价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A咖 B咖 C咖 你觉得就是在一线的演技也好 外形条件也好 最厉害的这个女友 是那几位 如果觉得最厉害的女友 我觉得她是记者名簿啦 就是人家能在这里好像撑十年 然后依旧高高在上 我觉得不是运气啦 就是第一个外形 她也在进化嘛 其实这个 这个从2006年到2015年 大家这样看一路看一下 她真的其实 我不能说是去展现 但她也是 也是在做调整嘛 调整的越来越漂亮嘛 第二就是她的演出 其实可收可放嘛 刚刚我们讲就是 她有很多类似嘛 她要演就是被 就是比较 比较受到凌辱的那种角色的时候 她也是 就是一份惊恐的样子 然后她要去进攻 她也是一副 好像要把你 要把你洗干的模样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 我觉得她能在 就是我觉得 要用她在AV界地位 大概是军领天下 绝对不为过啦 所以她绝对是那种 也不能说A咖 应该是S咖啦 也在A咖之上 好 这个说起来啊 我们也跟着 寻着意见兄的这个思路啊 也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自己的 某一些的这个体会吧 春雨你说说 我的体会是 现在大家的口味 越来越奇怪 有些是我接受不了的 比如说呢 就我前两天 在看一个网站嘛 忽然跳出来一个广告 吓了我一跳 然后这广告是两个外星人 她把人打扮成外星人的模样 就是你看到那个 之前科幻片里 那种特别丑的外星人 我知道 就当时拍那个 那个阿凡达 还有那个什么的时候啊 欧美他们会模仿 那个电影情节 他们再拍一版 AV版的 那个是蛮恶心的 对 那比阿凡达长得恶心多了 是吗 真的是吓人 然后我就是说 天哪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就赶紧给过了 我觉得孤雀 抛掉就是我们觉得 该不该把姓氏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产业 这个层面 争论面不谈 就这个 其实你会觉得 日本这个产业 它是很专业 专业到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 在这里面的创意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不是去看片 是看新闻 真的 真的 就是东森呢 很喜欢有的没的 就跳出来 因为最近鬼月嘛 然后他们就有时候会整理说 日本LV最近有什么新片什么的 就跳出一个叫合同 合同的一个 女合同片的 那你会发现 因为它有那个截图上面的 那个封面罩 就所有的里面的AV女优 就是都是 而且都是中年妇女 就至少都四五十岁的 全身涂成绿色 然后嘴巴装上鸭子的嘴 然后头上还装个合同帽子 然后就在 在露天河边 在那边 就是鬼跟鬼啊 就是反正就是合同 人跟鬼 那只是你看到那个画面 你真的 就是只有一个反位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我觉得受不了是 大日本人很骄傲是 就是他们老人也很 会有老人A片嘛 那可是就会有 例如说很需要 就是有双胞胎奶奶 就是姐姐是先踏入AV界 可能六十多岁 也带着妹妹一起加入AV界 一起拍一个双胞胎 六十几岁老奶奶的片 这我也会觉得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嗯 有一点挑战是比较极限一点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可以下期咱们再聊聊 就是为什么日本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产业 AV产业它这么盛行 这么发达 它跟它的这个文化心理 是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不给你添麻烦 其实这也是一种 就包括我解决自己的 这些生理的需求 我自己看片解决 其实也是不打扰别人 但是同时又满足 我内心需求的一种方法 就这个跟它的整个社会结构 和他人的这种心理的特点 非常非常有关系 嗯 而且我还看过 就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我还看过一种类型 也不是我看过 他终于说到嗨点了 我有看过 我大学是有看过 然后他当时 大肠金在国内非常火嘛 有AV版的大肠金 剧情的脉络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会上演这种 就是里边很多省区的情节 他可以展现出来 好吧 不过最近有一个AV 就是他们要去受一个实验 就是到零下四十度的北海道 然后一个AV一个男友女友 去在这样零下四十度的环境 去拍部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探视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这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说来 确实很多 很多稀奇古怪的 说明他整个产业 你看人家一直在往前走 是吧 在发挥创意 在不断的有所突破 对 所以呢 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期待和关注 研究的这么一个产业和话题 好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那很适合大家发挥啊 如果你觉得我也想分享分享 我的某些观影体验的话 欢迎你在微博上告诉我们 搜索三地化新闻 新浪微博就可以了 真的 这不是什么开不了口的话题 我记得有个玲珑社区 专门有一个帖子 特别火 别的帖子我可能都不看 有一个帖子说 来女生们出来 聊聊你们观影的体验 然后就开始各种 什么唯美 什么咱们微博要说吧 拜拜 拜拜 咱们快乐